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孫文喜 今日和大家讲一下三分钟时评 今天点题几个字 落后于形势 先讲讲估 今天传日反复偏远 跌幅一度是百点 幸好最后跌幅慢慢收窄 最后跌31点 收20257 成交持续少 587亿 今日市向下主要受到石油股拖累 因为油价跌 中石油这类石油股 今日都是偏远的 中石油跌至2.3% 上升跌也穿埋 但与此同时职休的平保 以至香港这部分的地产股 以至WIT都有进涨 另一个市跌幅得意收窄 看到一只平保升0.9% 今日市再跌少少 后市怎样看呢 正如昨日节目提到 都是要等联储局的议息声明 今次议息声明是非常少可 因为大家越来越担心 联储局落后于形势 Behind the curve 或者落后于市场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近期的数据显示 美国经济真是一样 但偏偏联储局 就很想 听他们的口气 很想继续维持加息步伐 如果真的维持下去 对整个市场经济 都不是好事 有什么证据说 近期美国经济一般 首先就是最近出炉 美国零售销售表现不一般 二月份零售销售下跌0.1% 至于一月份更加大件事 本来增长向下收定到下跌0.4% 之前大家以为 美国制服市场转好 打工仔赚多钱 迟早会增加消费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谁知一月份和二月份的数据 显示 这支歌仔并无得唱 只换句话 零售销售仍然差 所以整个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可能大家会重新想想 是否这么强 第二 大行又出来说 纷纷调低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 计刷 之前有瑞讯 刚刚有巴克兰 由2.4%调低到1.9% 即是大家觉得经济一样 你仲值加息 第三 再扩阔一点 全球来看 越来越多人担心 明年经济会衰退 其中有些还说 会进入日本式衰退 日本式衰退 二十多年 大家当然会害怕 在这种形势之下 美国联储局今晚的议息 结局的声明 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结果来说 都估计是不加的 不减的 即是维持不变 加息的机会是零 最重要是怎么说 预期未来 或者暗示未来的拭口路径 如果他生了盛盛 不要做错事 之时 没有预期加息 大家可能会好些 但如果他说些 暗示 加息步伐 会比预期快 幅度比预期多的时候 可能有些问题 畢竟刚才所说 整个形势 或者市场 和他们的看法 是很不同 甚至大家觉得 是落后于市场 或者形势 大家盯緊 今晚的议息结果 特别是声明 出结果之前 好在中港股市 本身 都有些偏好的消息 中国方面 今天 李克强总理 出来见记者 会上就看到 今年不可能不完成 6.5-7% 经济增长目标 换句话来说 要保住经济增长 至少6.5% 是非常有信心 第一号 第二号 预期经深港通 今年开通 李克强说之前 其他证监官员都说过 所以 预计 今年深港通 很大机会 应该是这样 纵观 纵口一词 这个都是好的 这是中国方面的消息 至于香港方面 从技术上来说 昨天的市会 但是 你见到 不单是燃货成監宿 而且 期指的未平均下跌千多张 各指跌五千多张 反映下电 毒力在缩 所以 这样的形势下 估计港股偏好机会大 除非今晚 联储局爆大祸 否则 港股有机会维持近期的走势 反复 继续反弹 时间关系 今天分析 大致这么多 多谢大家